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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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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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的一天假期 因為下雨就這樣浪費了 真是令人不開心 沒錯啊 唉 一到下雨天就沒有來精神感 嗯 博博 你看看 好像不止我們 外面的行人看來心情都不太好 難道大家的心情 是會受天氣和環境所影響的 博博 喵喵 不要不開心啦 剛巧今天又是下雨天 那就聽我說故事啦 下雨天和講故事有什麼關係呢 古老師真的很喜歡講故事呀 哎呀 那他的名字叫古老師嘛 嘿 聽我說完你們就明白的啦 今天要講的故事 就是唐代著名詩人 盜牧寫的清明 詩裡面描述的 正正就是 細雨蒙蒙的清明字 話說 一到清明時節 大多數時間都會下 下落著色色溫溫的細雨 見這個時候 在雨中路過的行人 大部分都情緒低落 傷心得好像快要失去雲泊一樣 詩人盜牧都是這樣 或者走累了 又或者是心累了 他就想休息一下 於是就向那裡的牧童詢問 哪裡有酒家可以賣酒呢 牧童就抬起手 指著遠處的行花村 古老師 什麼是清明節呀 清明節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 由古時候開始 大家就有禮敬祖先的觀念 因為這樣就非常重視祭祀 為了追念先人 會舉行種種儀式 所以在清明節這一日 通常一家人 甚至是一大家族的人 都會一起上山掃墓 拜祭和懷冕先人 中國人真是很孝敬祖先 難怪今天的同學都不在 原來他們和家人去了掃墓 還有 又難怪今天大家看來心情都不太好 原來不僅是下雨的關係 那,說說說說 我也很想念前天過身的太婆 喵喵喵,別哭了 等回到我們的星球 你再和家人一起祭祭祀太婆 看見你這樣 我更可以理解私人盜牧 為何會在清明節這個時候 觸景生情 而感到憂愁 並寫了這首詩 走!我們去學盜牧 去酒家買酒 借酒銷售 慢著 你們年紀小小 不可以喝酒 你們可以學到木, 想辦法讓自己變得開懷 讓自己不要一直沉浸在悲傷的情緒裡面 不過, 一定要選擇正確的方法 我知道, 我知道 心情不好的時候, 最好都是找家人或朋友聊天 又可以參與一些健康的活動 例如打下球做下運動 今天天理不好, 我們就找一些室內的活動消磨一下時間 好啊, 那我們來下棋吧 今天我一定不會輸給你的 嗯, 那就對了 這首詩的內容寫出了清明時節的特殊景象和氣氛 在這個傳統節日, 路上的行人都各自和家人前往數目私親 在細雨蒙蒙的天氣裡面, 增添了更多傷心的感覺 自己孤零零行走的詩人, 更加顯得寂寞和孤獨 心情低落的詩人, 遇上那裡的木童 就問他哪裡有酒家 牧童抬手指著遠處的幸花村 或者那裡, 將會是可以排解私人仇水的美好地方 清明, 道墨, 清明時節, 雨昏昏 清明時節, 雨昏昏 路上行人, 欲斷魂 借問酒家, 何處有 牧童瑤子, 行花村 我不明白, 博博 這首清明這麼多生字和新詞 例如, 芬芬 斷魂 行花村 到底是什麼意思 幸好我們有古字翻譯器 讓我們一起解讀不明白的生字和新詞 來吧! 芬芬是形容詞 一般用來形容多疑集亂的樣子 在這首詩裡 是用來刻畫清明時節 細語蒙蒙的情景 斷魂是形容詞 指傷心得失魂落魄 形容十分傷感的樣子 行花村 在這首詩裡 可能是村莊的名字 或者是行花深處的村莊 亦都可能是指以行花村為名的酒家 無論是誰解說 都有象徵美好的含意 好了, 今天我們先學著這麼多 下次再學其他文言文的知識吧!